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昨日表示 以紧急使用授权 同意将康复期患者的血浆 用于治疗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 这推动了美国股市等高风险资产攀升 三大股指上涨 标普与纳指军创历史新高 尽管该疗法尚未经过完整的临床试验 尚无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种疗法的有效性 但FDA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数据表明 这种制品可能有效治疗冠状病毒 并且该制品的已知和潜在益处超过了其风险 事实上这医疗法已经使用了数月 美国媒约医疗中心自三月以来 开展了相关项目 已经有7万多人接受了治疗 近几天美国新增确诊人数持续降低 但美国李世满联储银行行长 Thomas Barkin表示 美国年轻人可能面临长期的就业困境 因为餐厅和服务业等直接面向客户的工作 可能无法从新冠疫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 因此他敦促增加对美国劳动力的再培训 本周重磅的经济数据不多 投资者将重点关注即将举行的 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此次会议当中的讲话 可能进一步阐明美联储将采取的未来行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